同样是汐止的相关报道 汐止谢万路一段有一处社区 社区旁边就是台电公司 不过社区却是经常都会停电 常引起不小的民怨 在接获民众请行之后 市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人员进行会刊 台电公司也积极找出停电原因 而主要就是因为线路是从基隆市七堵区所传送过来的 加上线路很老旧了 电路翻山越岭才会造成停电 台电也允落两个星期就要转换线路 保障社区民众用电权益 西万路一段电力公司旁边的200户的社区 一遇到台风就会停电 而且对面的传统房子都没停 就是整栋社区会停 有时一停还两三天 也让住户抱怨连连 每一次台风都是停电 但是后来我们的观察 是因为我们的线路的问题 那所谓线路是说 我们采用很久以前二十几年前的线路 从长江接近来 后来我们发觉到对面我们新的管线 就是新的电路 所以说我们才请了我们的电力公司来勘察 西万路这个凯仙大地 这个社区 大约有将近200户的住户 既他们怀孕 就是说每逢台风很容易停电 那一停就是有时候好几天 那我们今天第二次到这边来跟电力公司来这边 已经废合了 那请电力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隔壁是我们电力公司的服务站 那刚好是隔壁 那这边经常停电 所以说我们要求说尽快来把它完成 这问题已经好久 怎么会台风天就停电 而且明明旁边就是电力公司 怎么电力还怎么不稳 在台电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 主要是因为这一侧走的线路已经20年 而且是从基隆七堵过来 时间已久 再加上翻山越岭 台风天风雨大一点 就可能会吹断线路 导致社区停电 原料正良也要求尽快改善 每一次停的一停有停一两天 那我们对面那边是不停电的 那是同一个地区 那我们的户数是一百多户 快两百户 最终的目的是请说说 我们台风每一次台风不要停电 又是造成我们对面 算几户而已不停电 我们老是一停就停好几天 凯旋大地的回路 从基隆的立岳山庄接到这边的 那经过很多的山区 那一有台风速摇动的时候 都会就跳电了 所以经常会停电的进行 那今天来 我们要求他 是不是用其他的回路 一有台风的时候 不会有经过山区的这种情形来发生 他答应我们两个礼拜之内 将我们社区的转换 台电找出原因 也同意两个礼拜的时间 转换线路 接汽止 前东这一侧的线路过来 解决问题 就陈慧林汐止 财报报道